上午十点多 土耳其航空编号TK6210 飞抵陶机 上头载着立陶宛 捐赠台湾的两万剂 AZ疫苗 对台湾来说 恐怕面临疫苗空窗期来说 宛如及时雨 未来是有供货 事情的情况 有我们现在有供货 有事情的情况 声中坦言 等第四轮疫苗打完后 除了莫德纳早就所剩不多 AZ疫苗只剩下16万剂 若加上58万剂 封建疫苗 以及立陶宛的两万剂 76万剂 第五轮疫苗供货 拉警报 疫情中心说 除了少量释出莫德纳来衔接 传出通过EUA的高端疫苗 最快下周就能交付疫苗 给疾管署进行封建检验 最快八月底前 能供货一百万剂 但是否在第五轮开打 还要指挥中心决定 高端的看体的高度 它的保护效果 应该是跟国外的疫苗 差不多 有不同的疫苗来接种的话 也会让一些 不能够打某种疫苗的人 能够打另外一种疫苗 除了国产疫苗 渴望填补空窗期 COVAX在未来六到八周 也将获赠二点五亿剂疫苗 大大扩充疫苗库 对台湾面临疫苗空窗期 是好消息 制造的速度的问题 还有分配的问题等等这些 那我们如果COVAX 获得比较多的供应的话 当然对我们国内的一个疫苗的供应 也会有帮助 专家说进口疫苗供应出问题 使国内疫苗接种速度受影响 这阶段还得靠公卫手段控制疫情 若疫苗迟迟不来 维持防疫措施只会更长 三七五张一杰 最终的新闻新SN小组 台北桃园 最后报道